所以在我的信仰經面中 時時會體驗到天主的愛 好像我在這樣的環境成長 天主帶領我,愛我 又入到修語,慢慢引領我做一個神父 所以我時時都體驗到天主對我的愛 我以一個感恩的心去生活 去回應天主,為天主做一切 所以我和教育分享這樣的經驗 不鼓勵教育 一定要找到天主在你生命當中的愛 如果你又得到愛的時候 你可以接受其他的挑戰、痛苦 Justin、Jerisa、Rodney和張神父 都提到家庭、學校、堂區 是信仰培育的三個重要單元 而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呢 堂區、學校和家庭 這三個個別的單位 好像說三者是一個個別的單位 其實三者他們彼此的角色 彼此互相關聯 彼此都有一個重要的關係 就是在先任教宗若孟保祿以世裏面說到 他出了一個文獻的家庭通語 這個通語裏面說到家庭的重要性 家庭是作為人 一個信仰種子和溫藏傳播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他說是信仰種子的溫藏 我可以這樣說 在兒童培育的過程當中 家庭是第一 第二是學校 第三是信仰團體堂區 因爲小朋友所學的、所聽的 第一個導師是哪位呢 是他父母 家庭的角色是信仰角色的第一個寸遞者 學校小朋友在整個生命過程之中 他們除了在家庭裏面所學習的 從父母裏面所學習的 第二學習的地方就是學校 然後第三就是堂區 Jesus, I take time to stay Thank you for another day Our hands to feel, our eyes to see With all your loving gifts to me Teach me how your way to walk Help me in your words to talk Guide and bless me from above Jesus, it is you I love Amen 父母影響著小朋友的成長 所以責任很大 Winnie和Maurice 有一個兩歲的小朋友 Jonathan 作為父母 他們非常認同信仰 是從家庭開始 他們認為領洗是天主給人 最美好的聖寵 所以在Jonathan三個月大 就已經領了洗了 Winnie和Maurice 很著重於日常生活中 找機會給Jonathan學習 從小就培育他的信仰 信仰其實是我們家庭的基礎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我們都找很多機會 會這樣讓Jonathan學習 例如祈禱 簡單的討文 我們都很著重這方面 舉個例子 我們會在吃飯之前 從小就要他祈禱才吃飯 每晚我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臨婚之前 一家人一起祈禱 祈禱他都已經習慣了 到現在一、兩歲 他都已經開始 一些簡單的討文 他自己都記得了 簡單的十字聖號 他已經開始會說 他會說阿孟 總之他每次吃飯的時候 一定要祈禱 就沒得吃 盡量平時可以的話 我們都會帶他去看平日尼莎 讓他知道 究竟尼莎的程序是怎樣 盡量讓他熟習教堂的環境 讓他不會覺得陌生 家庭對小朋友的 無論是教育和信仰方面 我們都覺得是一個最重要的角色 一個主導的角色 因為小朋友 他每一天所接觸到的人 和他所花的時間 全部都是同家人 所以他看到的東西 學習到的東西 看到的東西 都是在家庭裡學到回來的 因此我們都很著重他在家裡的時候 有些機會的話 多點跟他講故事 講關於聖經裡面的故事 讓他易如目掩 讓他可以 很小的時候 已經開始接觸到這些信仰上的信息 無論小朋友在哪一個成長階段 父母的影響同樣重要 小朋友年紀越大 對父母的挑戰就越多 Anthony和Cordelia 他們的小朋友分別是五歲和七歲 他們認為 教育小朋友的品格和信仰都很重要 要培育小朋友有好的品格和信仰 比起知識上的培育 或者照顧身體上的需要 更加艱巨 他們希望教育他們的小朋友 懂得愛天主和愛人如己 從小培養小朋友和天主建立關係 認識到如何去依靠天主 作為爸爸媽媽 透過小朋友的培育 自己的信仰也一路成長 自從小朋友出生後 對我們的生活改變很大 我們其實透過小朋友 我們自己都一路成長 我們自己都有很多缺點和問題 在小朋友面前 我覺得我們學會了謙信 作為爸爸媽媽 我們在她面前 我們都讓她知道 原來爸爸媽媽也有做不到的事 也有做得不足夠 不好的地方 但我們學會 謙虛地和她們一起 去改善我們的問題 對小朋友的期望 都是希望他們在信仰上 一路可以從小到大 一路都會越來越發展得好 因為始終信仰是 每個人自己和天主的關係 我希望在她們更小的時候 可以讓她們認識到 怎樣去祈禱 怎樣去將 每件事都不是說 一定是朝著她們計劃的方向而行 當遇到困難 遇到挫折的時候 要怎樣做呢 怎樣可以靠天主呢 希望她們可以培養到這個習慣 讓她們認識到中 Thomas和Beatrice有兩個兒子 Justin 二十二歲 Julian 十五歲 Thomas和Beatrice強調 子女信仰的成長 父母應該擔當著同行者的角色 所以Thomas和Beatrice會為她們作好榜樣 和她們一起參與主日的感恩祭 和唐區的活動 鼓勵她們和人分享和奉獻 Justin受到父母的影響 為了回報天主的愛 亦都積極參與唐區培育兒童的工作 包括參加父祭祖和兒童聖經分享 在成長過程中 我想影響得我最深的是我爸爸媽媽 因為她們兩個都是很虔誠的天主教徒 在一個公教家庭上 她們時辭都會教我去感恩 她亦都會提醒我們天主的存在 和她的臨載 她會少眷顧我們 當我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需要 我要她時前提醒我去祈禱 去依靠她 和她要她感恩 爸爸媽媽兩個很虔誠的天主教徒 她們亦都會時時提醒我 她們帶我回去教會 一有機會就參加一些教會裡面的活動 讓我可以在一個大的家庭 這個天主的家庭裡面去長大 去成長 去培育我 讓我繼續有這個心去服務其他人 而且在教會裡面 因為在教會裡面 認識了很多的朋友 讓我有很多的歸屬感 而且也認識了很多的伯母 她們都給了很多機會 在教會裡面服務其他人 我覺得